尽管俄军攻势不力 不过还是逐渐对基辅展开了包围 乌军不断跟俄军激战 各种部队甚至是宣布 击毙了俄军29军团少将司令 而这已经是俄军阵亡的第三位高阶将领了 普廷在莫斯科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突然放软了语气 表示乌俄谈判有一些正面的进展 而美国总统拜登则是再次重申了 美军不会进入乌克兰 以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乌军在基辅尽叫的树林里 跟不断进逼的俄军展开激烈作战 乌军几乎是人手一管反装甲武器 对俄军造成重大伤害 精准炮轰重伤的俄军战车重队 乌军还发现有些俄军用的是纸板防弹衣 装甲用弹盒填充 绩效俄军贪腐严重 特种部队甚至宣称 他没有击毙的俄军第29军团少将司令 这已经是俄军遭到疾病的第三名将领 乌克兰甚至还公布号称 极弱实驾俄军战机的基辅 占贵英姿 不过真实性有待商榷 大量俄军战车持续涌入基辅周边 中部的聂伯称许多地方被炸成一片火海 南部梅里托波尔的市长 也遭到10名亲俄武装分子绑走 俄军伤亡惨重 普林号召1.6万来自叙利亚等地的中东义勇军加入战斗 普林会见白俄总统卢卡申科 却意外说出俄乌的谈判已经有正面进展 不过没有多做说明 面对战况升高 美国总统拜登还是坚持不派兵 俄乌战局紧绷 如何收场世界各国已经难以预料 李向编译 俄乌战事胶着 俄国会不会为了缩短战争而使用化学武器 引起世人的关切 美国总统正式警告俄国 如果违反国际法使用化武的话 会遭到严重的制裁 美国学者也说了 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 可能会变成俄方的生化武器 俄国可能使用化武 加速战事进展的话题继续发酵 美国总统拜登郑重警告俄方 俄方指控乌方在美国协助下取得军用生物制剂 打算以生化武器反击俄军 联合国安理会11号在俄方要求下召开会议 会中也为了俄罗斯利用联合国散播假讯息 专家说乌克兰跟很多国家一样 有生物实验室 为了攻畏目的 研究细菌跟病毒 美国多年来确实协助乌方维持实验室的安全 中方则硬贺俄国 质疑美国在乌克兰境内和境外 击败处生物实验室的实际工作内容 为俄罗斯的乌贼战术助阵 综合报道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在下重手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将撤销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 七大工业国以及欧盟也将同步跟进 取消最惠国待遇 这意味着俄罗斯的其他商品的商品 进口到其他国家时 将会被课征比较高的关税 而这对于俄国 这个经济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而这重重的一拳将导致俄罗斯的经济更加衰退 西方国家想借此施压俄国跟普廷停止战争 能不能奏效还有待观察 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再祭出重拳 总统拜登宣布将撤销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 撤销最惠国待遇意味着俄国商品进口到美国时 将被科征较高的关税 拜登表示G7跟欧盟也将同步跟进 向俄国总统普廷施压 要他为侵略乌克兰付出代价 取消俄国的最惠国待遇 最后决定权在美国国会 参众两院先前都表态会支持这项决定 美俄双边贸易额相对较小 欧盟才是俄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 2019年欧盟向俄国采购的商品 占尽口品总额的40% 一旦取消俄国最惠国待遇 受害最大的是消费者 乌俄战争爆发 美国油价飞涨 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 拜登表示普廷要负很大的责任 刘勇伟编译 北市旅游工会日前就提出了 三五七松绑建议 包括了三月开放商务 五月开放入境旅游 到了七月再开放国人出境完 对此国内的工会专家分析了说 欧美国家目前自然感染高 加上疫苗施打 预期在五月是可以优先开放的 可以开放欧美团客来台旅游 而台湾人最爱的日韩 则因为群体免疫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 要开放可能得再缓缓 但也有专家点出了 解封的首要条件 是要全民至少达到80%的 有效疫苗覆盖率 目前国内长者两剂才刚刚达到七成 要开放还得再评估 五光时射的纽约时代广场 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 已被列入不少人的旅游清单 面对台湾因为新冠疫情 伴锁国两年 如今随着疫情趋缓 北市旅行工会日前提出 三五七松绑建议 包含三月开放商务 五月开放外国人入境旅游 七月开放国人出境观光 台大公会学者分析 由于欧美国家自然感染率高 加上疫苗施打 今年五月可以优先开放 欧美团客来台旅游 只要入境快筛 确认有抗体就可以免隔离 大家一直认为 欧美团确诊个案 越高的国家 感染越高 这个观念一定要改变 这些人进来不会对你造成威胁 这国家目前来讲 可能的时程会比 现在目前欧美国家稍晚 过去来台的主力 当然这首推就是大陆人士 以及这一个呢 东北亚 欧美人士应该是敬佩莫作 当然业者是希望呢 用欧美人士来台的方式 来带动 知道台湾是绝对安全 但有专家点出谈解封的首要条件 是要达到全民至少80% 有效疫苗覆盖率 不过我国光75岁以上长者 第一剂集中率只有7成5 第二剂才刚刚达到7成 林幼童都还没有办法打疫苗 可能都是破口 这样成为台湾一旦解封 无法承受的后果 做一个严格的把关 是否已经完整的施打疫苗 可能可以设定在两剂 或者甚至是三剂 阴性的检测报告 也是必须要附上 其他打疫苗还是关键 才能降低重症死亡 避免台湾变成下一个香港 这里我们是TepoDo